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聊一聊林生斌 林生斌就是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受害者 当时唯一幸存的男主人公 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非常的不幸 他之后也非常的痛苦 但是他最近不再混了吗 而且生了一个孩子 就这个事儿被中国的广大的网友 或者是说自媒体 进行了一个口诛笔法 我就想说 你说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了 中国这个人 还有一部分人 保持在这种立振洁牌坊的思想 你看看中国人到什么时候 他也是中国人 按理说立振洁牌坊 是大清的时候的事儿 那现在大清都已经亡国了 都已经亡国百年多了 那你说怎么还有这个立振洁牌坊 你立也就立罢了 现在这振洁牌坊都立到男人头上了 就历史上都没有给男人立过振洁牌坊 当然了 这给女人这个立振洁牌坊 是一种摧残 是一种不平等啊 那可能是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现在还到男人 这个男伙伴上来 那我也认了啊 那可能是这个 出来混 早晚来得还 那咱就算这个 咱就算还债了啊 那好 那咱们接着说这个事儿啊 就是说这个林生炳 你说 我就在想 这些网友到底为什么要骂他 我真的不理解啊 人家再婚了 或者是找了一个这个妻子 生了一个孩子 有什么错啊 那她她的孩子都已经没有了 那我在想要一个很合情合理吗 而且有的人就会说啊 那你说你妻子才死多少时间呢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已经死很久了啊 即便是死的不久啊 就比如说半年也无可厚非 为什么啊 其实我想说 每一个人对待一件事物的看法 它是不同的 每个人对待一场灾难 它的抵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啊 有的人可能说 一天 哎 就走出了自己的一个阴霾和阴影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 那如果一辈子走不出这种阴影的话 要是放到林生病的一个头上 就是林先生 那他可能这辈子终身不娶了 那如果他是一个特别快就能走出这种阴影的话 比如说一小时我是背痛了 但我就背痛了一小时 那之后我就能开开心心的生活了 那你能说这个人就狼心狗肺吗 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你怎么去取舍 那有谁去规定说这个林先生的需要 背痛多少年才可以再娶 需要背痛多少年才可以再生孩子 有这么个规定吗 完了美其名曰 这是中国的工序良俗 我说我想说 中国压根从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个工序良俗 而且过去给女人立这个政洁牌坊 说你守寡多少年 我要给你多少钱 你守寡一辈子给你立牌坊 多少多少年 有这个说法 真的是太无耻了 也是太落后了 都已经到今天这个二十一世纪了 不要再有这种想法了 但是我看这个王志安 挺有意思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人性多经不起考验 他是指这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包括妻子和丈夫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911后 牺牲了几百名消防员的妻子 拿了大笔的一个赔偿 那很多人很快就有了新婚 那杭州众火案这样的新闻 真正值得关注的 这个核心是朱小珍和这个 上个孩子是否还有机会生还 那这个家庭是否有机会 因为一场这个灾难或灾 如果要是救援及时的话 或者是说这个乌业什么等等等等 一系列吧 要是假如说都能够及时的话 或或许啊 是不是能够 就是改变他们这一家人的一个命运呢 他说职业媒体人对这一点不难理解啊 他老把自己当成职业媒体人 他职不职业 我不好说 但是他这个人在道德上面 或者在这个价值馆上面 他有瑕疵啊 咱们先看一下 他这个 就是他这篇推文啊 其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致命的一个瑕疵 他说人性多经不起考验 那他这个是对人的一个悲哀 就觉得人都不行 没有办法去 可以这么说 就没有办法用咱们人的人性 来去战胜外界的一切的力量 就是那些诱惑吧 可以这么说 那在基督教里头 所有的诱惑是来自于撒旦 就是魔鬼啊 就所有不好的都归给撒旦了 就往撒旦那个篮子里装 所有好的荣耀给上帝 那就是他这么说 人都经不起撒旦的一个引诱啊 那这也是王志安说的 那就证明他也这么认为的 可能他也是秉持着这种价值观在活着 他说911后 911以后的牺牲的这个 几百名消防员的妻子 很快就有了新婚啊 拿了大笔的一个赔偿金后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说法 他以此为例说人性经不起考验 那这个刚才我已经回答了他的这句话 叫什么呢 我说有的人可能一小时就走出悲痛了 有人需要一辈子 那我更希望一个人能够通过一小时 哪怕有人说他是白眼狼 我也希望他能够快速的去脱离这个痛苦 而不应该说一辈子过得就特别悲哀 死去的人其实也不想看着活着的人这么痛苦 那么这个我又回答了王志安 说什么人性大多经不起考验 这个完全是鬼扯啊 就是他所谓的那些人性啊 他所指的那个人性 就是他对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信心了 就可能是他在这个央视吧 工作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不平等的一个待遇 由于体制内种种 他现在已经放弃人性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人性啊 为什么呢 人他才有人性 没说狗有人性 没说这个兽有人性 所以人要有人性 这是根本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人性 那他就归类于兽类 他不是人 因此人之所以光辉 之所以伟大 那就是人性的一个死然 咱就拿这个911举例啊 在911恐怖袭击的过程当中啊 在这个楼里的人疏散的过程当中 我记得以前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 在这个82层有一个就是投资公司的领导 他带领了他手下的几名员工啊 应该是有个六七名那个样子啊 就是往楼下走去进行疏散 这个是一个男领导啊 他是一个美国人 完了他到这个81楼了 就听这个墙里头啊 哎有声音 完了当时大家都知道 这非常的紧急啊 这个人就把 就跟那个人喊话 就跟墙里那个人喊话 一步一步的这个指挥他往墙的就是门口走 之后给他救了出来 就他也两 外边的也努力 里头的也努力 把它一起把他救出来了 大家可仰而知 在这种保命的时刻 那这真的是生死存亡 你少走一分钟 有可能你就要死掉了 那在这个时刻 这个人能去救人 就是82楼的这个投资公司的这个领导 他能去救81楼的这个人 你说这是不是人性啊 我认为这才是人性 这才能够彰显人性的一个光辉 而不是说什么人性大多禁不住考验 它不存在什么禁得住禁不住考验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把这个事归类为人性 拿人性去考验人的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一个必要 因为人才有人性 这首先如果这个人是人 他才具有这个人性 如果他不是人 对吧 他经受不了这个人性的一个考验 他是兽 不要把它归类为人 这个范畴 所以这个是人和兽的一个区别 而不是说因为人性不经得起考验 人性的光辉只有在这种危难的时刻 才能够显现出来 只有面对着这个魔鬼的一种诱惑 金钱呢 情色呀 政治这个权利呀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诱惑的过程当中 那才能够显现出来 这才是人性光辉的一面啊 所以作为每一个人啊 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朝着 人性的光辉 相信人性当中的这种光辉的存在 如果要是像王子安这么想的话 那我觉得他好像是历经了沧海上天 看透了这个人间世事不食烟火了 那我觉得他可以出家了 如果把人想的这么悲果的话 所以说我认为人是非常不错的 人有人性我们和兽才有了区别 人有人性我们才能够成为彼此的伙伴 人有人性我们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真心爱人 那这个是我对于人性的一个理解和解读 那好了今天的这期视频我就做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